正值花莲文旦幼产季各农政单位权利促销同时 也成为了相关学科最佳的农产教育 花农园艺科常年配合农会的文旦幼评鉴作业 让学生从协助评鉴作业的过程当中实际参与 也了解产业和评鉴流程 同学们学以致用学习成效事半功倍 除了评审团,文旦幼评鉴比赛现场 花莲农小师生也从旁协助评鉴作业的准备 在老师详细解说后 不论是抽样、切文单诱、拨文单诱果等等的准备工作 每位学生每个环节都不马虎 透过做中学、学中做 让学校的教育学习不再沦为直上谈兵 反倒更鲜活了起来 也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 感觉蛮新鲜的 因为之前都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更了解我们学校所学的东西 然后一些更细部的内容 文单诱堪称是地方代表性的农产业之一 产季期间也是各级学校相关学科最佳的农产教育场域 花莲农校每年借由配合瑞士乡农会的文单诱产销 及评鉴作业带领学生实际参与 从中了解文单产业的发展以及评鉴作业的流程 学生们学以致用 成效施板功倍 那一来也是让学生看看我们的农产品的竞赛是怎么样办的非常的严谨 然后呢学生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参与过程中学习到科学的一个评分的方法 让同学也可以知道在怎么样的条件底下这个果实的品质才是最佳的 而能够让他们在专业上面有更多的成长 今年瑞士乡文单又产季一片活络 农会借由事件会提供花农专科学生一个农事教育平台 扎根台湾的农业教育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 参与刘